对感情不忠的童谣有什么错呢 她不过是顶着女儿身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 2003年还在中系上大二的童谣被张国立的儿子当众暴打 哀嚎生之大引来了不少师生为官 她的大名也因此瞬间传遍整个中系 与此同时在老戏古张国立的名气加持下 童谣也被打成了霸榜各大媒体的头条 据时报的张某交代 她之所以会对女友大打出手 甚至把她打到多处骨折眼球出现 是因为童谣和学校戏主任黄定宇有着不可描述的皮肉关系 张大手得出此番论断的原因在于中系素兰有着大一不准出去拍戏 围着直接退学的祖传规定 但校规压不关童谣的脊梁 游离于校规之外的她在入学的第一年就当了林涵雪原的女主角 而在她完成拍摄工作之后 学校宛如没事人一样 连一句批评都不曾给到过童谣 对于这个侮辱性极强的指控童谣该不接受 她先表明自己与黄老师没有任何不当关系 话要解释聚集是寒假期间拍的 没耽误正常上课的她并没有违反校规 同样突森谱的小张到底不如老爹张国立懂行 她不知道就算童谣真有那么不堪 对女人重拳出击的男人就是不占领 于是张国立只好迈着老脸多次出面替儿子陪不适 并且也做好小张的动员工作 这样的态度诚恳地向童谣以及公众道歉 后来暴揍女友的小张因为在校阻止过献血活动 没有被学校开除 而被打骨折的童谣从此被贴上了最脏百年的标签 没以为此事能就此翻篇 但在两个月后黄定宇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 不过官方没有透露案件的任何细节 而在黄定宇被请去喝茶前不久 拿积极献血当护身符的小张也惨遭中细开除 一时间大众的目光再次聚集到了童谣 这位满是故事的女同学身上 2004年被传与童谣有肉体交易的中心领导黄定宇 被安了屡次侵犯女学生以及借职务之便贪污受贿的罪名 就在全国人民等着黄定宇下大狱时 警方最终还是因为证据不足 让她得以取保候审 这桩丑闻在拖垮中心名声的同时 也让童谣的路人盘彻底崩坏 关于她大一就能拿到女主剧本 是抗卖身黄定宇得来的流言也传得有板有眼 更有消息称黄定宇之所以会突然被带走 是因为童谣告她强暴 不管是自愿现身还是惨遭侵犯 对于刚满18岁的童谣来说 这无疑都是将她置于死地的利器 即便后来黄定宇洗脱罪名 继续大摇大摆的去央视做节目 大众也还是没放过童谣 她不仅沦落到无戏可拍 甚至在学校里也被视作温神 据她的同班同学杨硕 也就是欢乐所里油腻的小包总所说 在被打和黄定宇事件之后 没有人愿意和她组队完成表演作业 这种变相的校园暴力 也让年轻的童谣更加受伤 其实作为专业第一考进中系的她来说 能早早拿到好资源并不奇怪 彼时硬谈最火爆的目过于 龚立和张子怡 而童谣刚好有这一张像龚 又像张的天生艺人脸 这让她在入学不久时 就被学校里的老师定义为 小一号的龚立 大一号的张子怡 不过与当红炸子鸡长的像 也有好有坏 一方面能够为自己徒增不少热度 带来不少流量 童谣还因为与张子怡过于相似 被认成是国际章的亲妹妹 甚至还接到了商家拜托她劝姐姐代言的电话 而另一方面也会让人终日活在对方的阴影下 对于被叫了十几年的小张子怡的童谣 她深有感触 但早些年说着要谨言慎行 争取不让子怡姐姐因她遭难的童谣 想不到 国际章还会被人叫老童谣 2021年1月 张子怡在喜提年度新人大奖的同时 也获封电视剧老童谣美称 而被叫了十几年小张子怡的童谣 喜滋滋地靠着三十而已 捧回了卓越演员奖杯 再夸张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也不过如此 这些年来 鸡连长霍金英奖和白玉兰的童谣 终于摆脱了小张子怡的魔咒 但命运没有给她喘息的机会 关于拿影后纯属自家老公超能力了得的话题 又成了童谣甩不脱的狗皮高样 童谣的丈夫名叫王冉 是一位大她17岁的北京富商 名下有着15家公司 同时也是湖南广电 华裔以及光线等传媒集团的忠实合作伙伴 因为工作的关系 王冉不仅结识了未来的老婆童谣 不再年轻的她还深深地爱上了青春伤痛文学 常人介绍自己多半用内向或外向 而王总在百科词条里赫然写着 她是涉事时久度与指尖的温柔 就算是伤痛鼻祖郭敬明看了 都得为她拍手叫好 或许正是凭借这份温柔 彻底感化了童谣被暴力侵蚀的内心 两人在2010年起就开始悄悄谈起了恋爱 也正是从这年开始童谣拉垮的事业得以重回正轨 两人在一起后爱得很低调 直到2013年被派相会咖啡厅 这段恋情才正是公之于众 但这对情人没能等到外界的祝福 反倒是铺天盖地的嘲讽童谣棒大款 即便后来两人正式结婚 甚至还远赴欧洲举办了浪漫的古堡婚礼 这样的声音还是没有停歇 后来的童谣成功凭借大江大河三十而已达到事业新高峰 如今更是凭借一系列奖杯成了事后预备意中的一员 但都被定义成大佬老公的相助 完全忽略了童谣能拿下大江大河 是老同学杨硕的亲情邀请 而三十而已更是他从佟丽娅手中捡来的资源 如果这也能被定义为力捧 那么资源咖的门槛未免也太低了点 面对这位遭遇过恐怖恋人也曾事业惊毁 如今还能拿出实力靠作品说话 甚至还能说获一段美好婚姻的童谣 大可不必往他身上堆起阴谋论